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述至3000多年前 被誉为北京城之园 北京城之园有着怎样的发掘过程 琉璃河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今后将如何保护利用 2023北京文化论坛召开之际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晶宁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他表示 琉璃河遗址于20世纪40年代被首次发现 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时政的 可追溯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 琉璃河的发掘史呢 就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考古发展的一个历史 那么从70年代到现在 经过了80年代 经过了90年代 经过了2000年之后和2019年之后 那么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琉璃河文物的内涵的面貌逐渐的被揭露出来 首先呢 就是他填补了一个时代上的空白 就是在北京这个商周这个时期 我们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是很少的 他是以实物的实力证明了北京商周时期的历史 他有古代的城址 他也有高等级的墓葬 也有平民的墓葬 也有城内的手工业区和祭祀区 琉璃河遗址各种重要的要素和信息是特别齐全的 这个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只此一家 目前 琉璃河遗址正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郭晶宁表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地下文物 要把地下遗迹发掘好 保护好和展示好 就要遵循考古优先的原则 应该通过有效科学的考古 把地下重要的遗存能够全面真实地揭示出来 成为它考古遗址公园的特点和亮点 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 进行的设计和展示 才有它公园最大的价值和独特性 而不是千元一面 而不是过度的公园化 大家到了琉璃河去看 看过之后 观众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北京三天年真正的历史 学有所获 回去以后产生回味感 我想这是遗址公园最大的特点 多年来 郭晶宁一直坚守在考古一线 在他看来 自己工作的20年 是北京考古史上翻天覆地的20年 这20年我们挖出了什么东西呢 我给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我们在2014年发掘的延庆 大庄科辽代矿野医治群 2013年我们在房山发现了唐代 卢龙 幽州节度史 刘继和他的夫人的墓葬 在通州 配合副中心的建设 发现了汉代就是西汉到东汉的路线的古城 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北京市政府 出台了一个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那么这个法条呢 它是把考古置于所有建设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 这个法条出台了之后 成为全国各省市效仿的一个先例 所以我想从考古的发现 从我们的法律法规的保障 这20年是翻天覆地的 郭晶宁表示 北京目前正在推进与周边国家的考古学术交流 让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切实活起来 是北京考古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觉得中华考古是必须的 也是必然的 其实从北京这个地理区域上来说 它处于一个东北亚交流的一个咽喉点 我们发现了北京很多的出土文物 在韩国 在日本 在朝鲜都有同类的发现 比如说在丰台 我们发现了一座近代的墓葬 出土的一个瓷器叫高丽瓷 就是现在的韩国 它是仿中国南方浙江的龙泉窑 它应该是进贡给当时近代的大臣或贵族 所以才会埋在了这个北京 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古代墓当中 所以我想呢 就是北京和亚洲 特别就是这个亚洲比较多啊 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这种国际交流的考古 其实是有比较现实的合作基础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后发展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前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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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